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更要有大悲心 然后阿弥陀佛的力量才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我常做个比喻 月亮本身不会发光 但是月亮能够把太阳光折射下来 而且照亮黑暗 所以如果你的心像十五的月亮 这么样的圆满大悲心 佛的力量就可以圆满展现在你身上 而布施给众生 虽然你不是佛 但是你透过你嘴巴念大悲咒 你就变观音菩萨 透过你嘴巴念阿弥陀佛 你把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展现出去了 众生马上脱离善恶道 所以重点是一个慈悲心 所以很多人吃素也是为了培养慈悲心 然后呢 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心里面没有恨 你有恨阿弥陀佛就禁你不了你的心 所以佛法是心法 身体生病 医生帮我们吃药把细菌排掉消炎 但是心里有病 那就要靠佛法了 靠你自己的大悲心 这个世界只有母亲没有敌人 你要转恨为爱 然后如果你有这个大悲心 你的燕心在主就超度了 很容易就超度了 那为什么 因为你把众生当母亲 谁也不会去恨母亲的 也不应该恨母亲的 所以就会一直念 那心中充满了爱 充满了慈悲 悲下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永远要记住啊 有了智慧空性 哪有我 这个人呢 没有我就没烦恼 但是有慈悲心的人 装不下恨的 你越伤害我 我要对你好 我希望你离苦 那为了要保持这个慈悲心 所以一直念大悲咒 念观音菩萨 念欧玛尼别命